视线转向湖北,关注另一个重大基建现场 武汉第一个新能源汽车电池生产基地 近日完成了主体结构封顶 在湖北,汽车产业是第一大支柱产业 这两天,湖北首个新能源汽车电池生产基地 中航理电武汉生产基地完成了主体结构封顶 该基地是武汉的首个新能源汽车电池厂 总投资100亿元 填补了武汉在汽车产业链上没有新能源电池的空白 预计到今年四季度,该基地将实现投产 每年生产的动力电池可以装配40万台纯电动汽车